我们一起来读《小王子》 这本书是法国作家安东尼·德胜·埃克苏佩里 于1942年写成的童话短篇 但是这不仅仅是适合儿童的读物 更是一本适合成年人阅读的暗藏哲理的故事书 1.蟒蛇与大象 在我六岁的时候读到一本描写原始森林的书 书里写蟒蛇在捕获猎物后就将其葫芦吞下 然后在长长的六个月的睡眠中慢慢地消化这些食物 当时我想象过很多森林中的奇遇 然后我就用彩铅画了我生平的第一幅画 我的一号作品 它是这样的 我把我的这幅杰作拿给大人看 并且问他们 看了我的画会不会感到害怕 他们回答 害怕 一顶帽子有什么可怕的 可我画的不是帽子 是一条巨蟒在消化一头大象 于是我又把巨蟒肚子里的情况画了出来 以便让大人们能够看懂 这些大人总是需要解释 我的第二号作品是这样的 不过大人们还是劝我把这些蟒蛇的画放在一旁 好好把兴趣放在地理历史算术语法上 所以在我六岁的时候就放弃了当画家这个美好的理想 这些大人们自己什么也不懂 还总需要孩子们不断地解释给他们听 这真累人 后来 我选择了另一个职业 飞行员 我几乎飞遍了世界各地 的确 学好地理帮了我大忙 它使我一眼就能分辨出中国和亚利桑那 在夜里不会迷失航向 在生活中 我和很多人有过密切接触 他们大都只关心事情的结果 当我遇见一个还算聪明的成年人的时候 我就把我的一号作品拿出来测试他 看看他是否真的能理解 但 我得到的回答总是 这是顶帽子 于是 我就不跟他们谈巨蟒 原始森林 或者是星星月亮 我只能迁就他们 聊些 乔牌啊 高尔夫啊 政治和领带这一类的话题 二 请给我画一只羊吧 我就这样孤独地生活着 没有一个真正谈得来的人 直到六年前 我的飞机在撒哈拉沙漠发生故障 发动机坏了 我只能自己试着修理 这关系到我的生死 因为我随身携带的水 只能维持一个星期 第一天夜晚 我就睡在这荒无人烟的荒漠里 但在第二天黎明时分 有一个奇特而轻微的声音叫醒了我 他对我说 请你 请你给我画一只羊吧 我当时吓了一跳 他又重复了一遍 请给我画一只羊 我像被雷劈了一样 一下子站起来 使劲地揉了揉眼睛 我看见一个十分奇怪的小家伙 你们可别忘了 我当时 处在远离人烟的大漠里 而这个小家伙看起来 既不像迷了路的样子 也没有流露出半点疲乏 饥渴 惧怕的神情 总而言之 他丝毫不像一个迷失在 旷无人烟的大漠中的孩子 但我终于从惊讶中 缓过神之后 我对他说 诶 你在这儿干什么 他并不回答我的问题 而是依旧不慌不忙地 对我重复他的请求 仿佛是在说一件 非常重要的事情 请 给我画一只羊 当一种神秘的东西 把你震住的时候 你是不敢不听从 他的支配的 尽管 我觉得在这人际罕至的沙漠上 还面临着死亡的危险 这样做 十分荒诞可笑 但我 还是掏出了一张纸 和一只钢笔 这时我想起 我只学过地理 历史 算术和语法 我有点遗憾地 对小家伙说 我没学过画画 他却不在意 没有关系 给我画一只羊吧 因为我从来没有画过羊 我就给他重新画了一下我的一号作品 没想到他说 不 不 我不要蚂蛇 他肚子里还有一头像 我听了他的话 简直目瞪口呆 他接着说 巨猪猫这东西太危险 大象又太占地方 我住的地方非常小 我需要一只羊 给我画一只羊吧 于是 我就给他画了一只羊 他聚精会神地看着 随后评价 我不要 我不要 这只羊 已经病得很重了 给我 重新画一只 我 又画了起来 我的这位小朋友 天真可爱地笑了 而且客气地拒绝道 你看 你画的不是小羊 是头公羊 还有鸡脚呢 于是我又重新画了一张 这幅画同前几幅一样 又被拒绝了 这一只 太老了 我想要一只 能活得长的羊 我不耐烦了 因为我急于要检修发动机 就草草画了这张画 并且匆匆地对它说道 这是一只箱子 你要的羊就在里面 使我意外的是 我的小评判员 看到这幅画 喜笑颜开了 它说 这正是我想要的 你说这只羊 需要很多草吗 为什么问这个呢 因为 我那里地方非常小 我给你画的是 一只很小的小羊 地方小 也够喂养它的 它把脑袋 靠近这张画 嗯 并不像你说的那么小 瞧 它睡着了 就这样 我认识了 小王子 三 小小心球 我费了好长时间 才弄清楚 它是从哪里来的 它似乎 从来不听我的问题 反而总是对我发问 我是从它时不时 说出的支言片语中 逐渐搞清楚的来历 当它第一次 看见我的飞机时 就问我 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一架飞机 我的飞机 它会飞 我还得意地告诉它 我就是驾驶它 来到这儿的 它一听 惊叹道 怎么 你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是的 我谦虚地承认 哦 这可真有趣啊 我本以为 它会同情我的遭遇 没想到 它却笑起来 接着它又说 那么 你也是从天上来的了 你是 哪个星球上的 我立刻想到 这是打听 它从哪来的好机会 于是我问 你是从 另一个星球上来的吗 可是 它不回答我的问题 它一面看着我的飞机 一面微微地点点头 像是自言自语的 可不是吗 称作这玩意儿 你不可能是 从很远的地方来的 说到这里 它就长时间地 陷入沉思之中 然后 从口袋里 掏出了我画的小羊 看着它的宝贝入了神 你们可以想象 这种关于 别的星球的暗示 使我多么好奇 因此 我竭力地想知道 更多其中的奥秘 你是从哪里来的 我的小家伙 你的家在什么地方 你要把我的小羊 带到哪里去啊 它静静地想了一会儿 然后回答我 好在有你给我的 那只箱子 夜晚可以给小羊 当房子用 那当然 如果你听话的话 我再给你画一根绳子 白天可以拴住它 再加上一根木桩 我的这个提议 使小王子很不高兴 拴住它 多么奇怪的想法 如果你不拴住它 它就到处跑 那么它会跑丢的 我的这位朋友 又又笑出了声 你想要它 跑到哪里去啊 不管什么地方 它一直往前跑 这时 小王子 郑重其事地说 这没有什么关系 我那里 很小很小 接着 它略带伤感地 又补充了一句 一直朝前跑 也跑不了多远 好 各位小伙伴们 小王子 一眼就能看出 那幅蛇吞大象的花 它可能来自 一个小小的星球 关于它的故事 才刚刚开始 就像作者说的 所有的成年人 本来都是儿童 可惜 很少成年人 还记得这一点 我们来更进一步地 了解小王子的身世 在和小王子的谈话中 我得知 他住的星球 比一座房子 大不了多少 我并没有对此 大惊小怪的 因为我知道 除了像地球 木星 火星 金星 这些取了名字的 大星球 还有成千上万的星球 它们非常非常小 用望远镜 都不大看得见 一旦天文学家 发现其中一颗 就会给它编个号 当作它的名字 而我相信 小王子的那颗星球 就是 B612号 小星球 这颗小行星 只在1909年 被一个土耳其 天文学家 用望远镜 观测到一次 当时 它就在一次 国际天文学大会上 做了长篇论证 然而 因为它穿的土耳其 服装与众不同 在场 没有人相信 它说的话 大人 就是这样 幸好 有一个土耳其 独裁者下令 全国百姓 都要穿 欧洲的服装 为令者 处死 所以 那个天文学家 在1920年 重新做报告 穿着一套 非常体面的西装 这一回 所有的人 都同意了 它的观点 这才是 B612号 小行星 闻名侠耳 我之所以 要跟你们详细介绍 B612号 小行星 还把它的编号 也讲得 明明白白 完全是为了成年人 成年人 就是喜欢数字 当你跟他们 讲起一个新朋友 他们从来不会问你 最本质的特征 他们不会问 他说话的声音 是怎样的 他喜欢玩哪些游戏 他是不是 收集蝴蝶标本 他们只会问 他几岁 他几个兄弟啊 他父亲 挣多少钱 问清楚这些 他们就以为 了解这个人了 再比方说 你要是对成年人说 我看见一幢 漂亮的房子 红砖墙 窗前 种着天竹葵 屋顶上 挺着鸽子 他们是想象不出 这种房子 是怎样的 但是 如果你跟他们说 我看见一幢 值十万法廊的房子 他们马上会 大声嚷嚷 哦 那是多么漂亮的房子啊 所以 如果你对他们说 的的确 有过一位小王子 他很招人喜欢 他总爱哥哥的发笑 他还想要一只绵羊 一个人 想要有只绵羊 这就是 他存在的证据嘛 大人们听了这些 只会耸耸肩膀 把你当一个小孩子 看待 可是 可要是你对他们说 小王子 来自B612号小行星 他们就会深信不疑 不再问这问那地 烦你了 小王子和他的绵羊 离开我已经有六年了 我很想他 幻念起这段往事的时候 其实我心里 是有些伤感的 我在这里细细地描述他 就是为了不要忘记他 所以 我还买了一些颜料和铅笔 尽管很费劲 但我试着去把他的样子 画得更像一些 有的时候 我会把他画得太高 有时又太矮 而且对于他衣服的颜色 我也不太确定了 我也就这么试试 所以也希望大家不要怪我 我的小朋友 也从不跟我解释这解释那 可能他以为我和他是一样的吧 但其实我们是不同的 我越来越像大人了 我已经看不见那箱子里的羊了 我一定是老了 我每天都会在和小王子的对话中 不经意地得知 关于他的更多信息 比如我们待在一起的第三天 我知道了猴面包树的悲剧 还是因为那只羊 小王子忧心忡忡地问我 羊 真的吃灌木吗 是啊 啊 我真高兴 他接着又说 这么说 他们也吃猴面包树了 我告诉小王子 猴面包树不是灌木 而是像教堂那么高的大树 就算是领一群大象来 也吃不完一棵猴面包树呢 不过他很聪明 接着说 猴面包树在长高以前 起初也是小小的 原来 在小王子的星球上 就像在别的星球上一样 有好的植物 也有不好的植物 好植物有好种子 坏植物有坏种子 而种子是看不见的 他们悄悄地睡在地底下 直到有一天 其中有一棵 忽然想起要醒了 于是他舒展身子 最先羞答答地 朝太阳伸出一只 天真可爱的嫩苗 假如那是萝卜 或玫瑰的幼苗 可以就让它自由生长 不过 假如那是一株 不好的植物 一认出就得拔掉它 在小王子的星球上 就有一种 这样可怕的种子 就是猴面包树的种子 面包树长得很快 动手稍稍一慢 它会占满整个星球 根枝钻来钻去 四处蔓延 要是这颗星球太小 而猴面包树又太多 它们就会把星球称列 在我的星球上 我必须遵守 严格的作息制度 小王子后来这么告诉我 每天清早 梳洗完毕以后 我就要认真的清扫星球 猴面包树小的时候 跟玫瑰幼苗是很像的 只要分清了哪是玫瑰 哪是猴面包树 就要马上把猴面包树拔掉 这个工作很枯燥 但并不难 小王子的生活 其实很单调 除了清理猴面包树 他唯一的乐趣 就是观赏 落日的柔美余晖 第四天的时候 小王子对我说 我喜欢看日落 我们去看一回日落吧 可是得等 等什么 等太阳下山啊 小王子听了我的话 先是觉得惊奇 随后又自己笑了起来 我还以为在家里呢 当美国正是中午的时候 在法国正是黄昏 要是能在一分钟内 赶到法国 就可以看到日落 可惜法国实在太远了 但是 在小王子那颗小小的星球上 你只要把椅子挪动几步就行了 所以一天什么时候想看日落 都可以看到 有一天 我看了四十三次日落 过了一会儿 小王子又接着说 你知道 一个人感到非常忧伤的时候 他就喜欢看日落 这么说 看四十三次日落那天 你感到非常忧伤了 小王子没有回答 第五天 小王子好像有个问题 默默地思索了很久 他突然 眉头眉脑地问我 杨既然吃灌木 那他 也吃花咯 哦 他碰到什么吃什么 连有刺的花也吃 对 有刺的也吃 那么 刺有什么用呢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当时 我正忙着 要从发动机上 卸下一颗拧的 太紧的螺钉 我发现 故障似乎很严重 而饮用水 也快用完了 我担心 会发生最坏的情况 心里很着急 那么 刺有什么用呢 小王子 只要提了一个问题 就不依不饶地 要得到答案 而那个螺钉 正弄得我心烦意乱 我就随口回答了一句 刺啊 什么用都没有 纯粹 是花儿的坏性子作怪 哦 他沉默了一会儿以后 愤愤然地冲着我说 我不信你的话 花儿都是鲜弱的 天真的 他们想尽量保护自己 他们以为 有了刺 别人就不敢碰了 我没作声 我当时想 要是这颗螺钉再不松开 我就一锤子敲掉它 小王子又打断了我的思路 可你 你却认为花儿 行了行了 我什么也不认为 我只是随口说说 我正忙着干正事呢 他惊恶地望着我 正是 他看我握着锤子 手指沾满油污 俯身对着一个 他觉得非常丑陋的物件 你现在说起来 你现在说起话来 真像那些成年人 这话使我有些羞愧 他毫不留情地接着说 你什么都分不清 你把什么都搅在一起 他说这话的时候生气极了 一头金发在风中摇曳 我倒过一个星球 上面住着一个红脸先生 他从没闻过花香 他从没望过星星 他从没爱过一个人 除了算账 他什么事也没做过 他成天像你一样说个没完 我有正事要干 我有正事要干 他自命不凡 骄傲自大 但他哪里能算一个人 只能算一个蘑菇 小王子这会儿 气得脸色发白了 几百万年以前 花就长刺了 可几百万年以前 羊爷早就在吃花了 难道我们不应该弄明白 花为什么要费劲 去长那些没用的刺吗 这难道不比那个 红脸先生算的账 更重要吗 如果我认识一朵 世上独一无二的花 除了我的星球 哪都找不到这样的花 而有天早上 一只小羊 甚至都不明白 自己在做什么 就一口把花吃掉了 如果不知道 这是怎么弄的 难道还不严重吗 如果有个人 爱上一朵花 好几百万 好几百万颗星星中间 只有一颗上面长着这朵花 那他只要望着 许许多多星星 就会感到很幸福 而当羊 吃掉了这朵花 这对他来说 就好像满天的星星 突然一下子都熄灭了 这难道 不严重吗 他说不下去了 突然抽抽叶叶地 哭了起来 夜幕渐渐降临 我放下手中的工具 锤子呀 螺钉啊 口渴啊 我全都丢在了脑后 在这个地球上 有个小王子 需要安慰 这才是现在最重要的事 我把他抱在怀里 轻轻摇着他 对他说 你爱的那朵花 不会有危险的 我会给你的绵羊 画一只嘴罩 我会给你的花 画一个护栏 我 我不知道在说什么好了 我觉得自己笨嘴笨舌的 我不知道怎样去接近他 打动他 泪水的世界 是多么神秘呀 小伙伴们 我们进一步了解了小王子的身世 他来自 B612号小行星 这颗小行星上 有一种不好的树 猴面包树 要及时除掉它 而小王子呢 还向我们稍稍透露了 他心里的秘密 他最宝贵的玫瑰花 我们读到小王子 担心他唯一的花 被小羊吃掉 但这花的来历 我们还不知道 就让我们进一步的了解 这朵花 在小王子的星球上 以前一直都生长着 一些很简单的花 它们只有一层花瓣 早晨在草丛中开放 晚上就凋谢了 但有一天 不知道从哪里来了一颗种子 然后发了芽 小王子特别仔细地监视了 这颗与众不同的小苗 以防它是一种新的猴面包树 但不久以后 这株小苗长出了一个大大的花蕾 小王子觉得 这个花苞中一定会出现一个奇迹 孕育奇迹的过程很漫长 这朵花藏在它那绿茵茵的房间中 用了很长的时间来打扮自己 它精心选择着它将来的颜色 慢慢腾腾地装饰着 一片片地搭配着它的花瓣 它要让自己以最美的姿态来到世间 然后在一天的早晨 恰好在太阳升起的时候 它开放了 它已经精细地做了那么长的准备工作 却打着哈欠说道 我刚刚睡醒 真对不起 瞧 我的头发还是乱蓬蓬的 小王子这时再也控制不住 自己的爱慕心情 你是多么美丽啊 花儿悠然自得地说 是吧 我是与太阳同时出生的 小王子看出了这花儿不太谦虚 可是它确实理自动人 它随后又说道 现在该是吃早点的时候了吧 请你也给我准备一点 小王子有些不好意思 于是就拿着喷壶 打来了一壶清清的凉水 浇灌着花儿 从此花儿习以为常 不断以它有点乖利任性的性子 去麻烦小王子帮它做这做那 小王子对此有点厌烦 例如有一天 它向小王子讲起它身上长的四根刺 老虎会来的呀 它们还有锐利的爪子呢 小王子纠正它说 在我这个星球上没有老虎 而且老虎是不会吃草的 花儿轻声说道 我并不是草啊 抱歉 是我搞错了 其实 我并不怕什么老虎 可我讨厌穿堂风 你能给我个屏风 帮我挡挡风吗 小王子思寸着 讨厌穿堂风 这对一只植物来说 真不走运 这朵花儿 真不大好伺候 夜里 请你拿个罩子把我罩住 你这地方太冷 在这里住得不好 我原来住的那个地方 但它没有说下去 它来的时候是绿种子 哪里见过什么别的世界 它怕人发现 它是在说一个不太高明的谎话 就连它自己也感到有点羞愧 但为了骗得小王子 真相信它弱不经风 它故意咳嗽了两三声 又提出要求 啊 啊 屏风呢 我正准备去拿呢 可你不是还在跟我说话吗 花儿又咳嗽了几声 它希望小王子对它感到内疚 小王子本是真心诚意地喜欢这朵花 可这样一来 它对花产生了怀疑 这让它非常痛苦 它对我说 我不该听信它的话 虽然它使我的星球 方向四溢 但我当时不懂得去享受 反倒是它所讲的什么 老虎爪子的事 本应该使我同情它 却反而使我恼火 它还坦诚地告诉我说 我那时什么也不懂 我应该根据它的行为 而不是根据它的话来评判它 它使我的生活芬芳多彩 我真不该离开它跑出来 我本应该猜出 在它那令人爱怜的花后面 所隐藏的温情 它是那么自相矛盾 我当时太年轻 还不懂得爱它 我想 小王子大概是利用 一群候鸟迁徙的机会跑出来的 在它出发的那天早上 它把它的星球收拾得整整齐齐 把火火山打扫得干干净净 把猴面包树也全都拔了 它有点忧伤 因为觉得自己这次离开 可能再也不会回来了 然后它给花浇了最后一次水 又准备用罩子将它罩上 这时它发觉自己真想痛快哭一场 再见了 它对花儿说道 可是花儿没有回答它 再见了 它又说了一遍 花儿咳嗽了一阵 但并不是由于感冒 它终于对它说道 我原来做的那些事真蠢 请你原谅我 希望你能幸福 花儿没有抱怨它的离开 小王子举着罩子 不知所措地助力在那里 它那时还不明白 它为什么会这样温情默默 贤疏甜静 说实话 我是爱你的 花儿对它说道 但由于我的任性 你一点也不明白我的心意 不过 现在说这些都不重要了 希望你今后能幸福 把罩子放在一边吧 我用不着它了 要是风来了怎么办 我的感冒并不那么重 而且我很喜欢夜晚的微风 要是有虫子野兽呢 我要是想认识蝴蝶 那么总得搭上两三条虫子 听说蝴蝶非常美丽 不然还有谁来看我呀 你就要到远处去了 至于野兽 我再不怕呢 我有自己的爪子 于是它天真的显露出 它那四根刺 随后又说道 别那么磨蹭了 你既然决定离开这儿 那么 快走吧 它是怕小王子 看见它在哭 它是一朵 非常骄傲的花 小王子现在回想起 花儿那时任性的举动 才发现这是他表达爱意的方式 只可惜那时太年轻 还不懂爱 而当你懂得的时候 往往已经错过了 小王子走的时候 花儿没有挽留 而是一改往常娇满的样子 温柔地祝福他 或许 爱到深处 就是放手吧 好了 明天 小王子就要开始 他的星际旅行了 又会发生 什么样的故事呢 我们就来看看 他在别的星球上的 所见所闻 在附近的宇宙中 还有 325 326 327 328 329 330 等几颗小行星 小王子的星际旅行 就从访问这临近的 几颗星球开始 他想 在那里找点事干 并且学习学习 他最先拜访的那颗星星 上面住着一个国王 国王穿着紫红色的黄袍 上香有白色貂皮 坐在一个很简单 却又十分威严的宝座上 当他看见小王子时 喊了起来 啊 来了一个臣民 小王子纳闷了 他从来也没有见过我 怎么会认识我呢 他哪里知道 在国王的眼里 世界是非常简单的 所有的人都是臣民 你走过来 好让我好好看看你 国王终于有机会 我禁止你打哈欠 小王子羞愧地说道 我实在忍不住 我长途跋涉来到这里 还没有合过眼呢 国王说 国王说 那好吧 我命令你打哈欠 好些年来 我没有看见过任何人打哈欠 对我来说 打哈欠倒是新奇的事 来吧 再打个哈欠 这是命令 这 倒叫我有点紧张 我打不出哈欠来了 小王子红着脸说 国王的命令 小王子都没法执行 这让他有些恼怒 毕竟国王最关心的 就是他的权威 是否受到尊重 所以 他不能容忍 有人不听他的命令 但好在他非常善良 他下的命令 都是合情合理的 他常常说 如果我叫一位将军 变成一只海鸟 而这位将军 不服从我的命令 那么 这就不是将军的过错 而是我的过错 小王子怯声声地问 我 可以坐下吗 我命令你坐下 国王一边回答 一边郑重地 把他那黄袍大尖 挪动了一下 让小王子感到奇怪的是 这么小的星球 国王他统治些什么呢 他对国王说 陛下 请允许我问您个问题 国王急忙抢地说道 我命令你问我 陛下 您统治什么呢 国王非常简单明了地说 我统治一切 国王轻轻地用手指着 他的行星和其他的行星 以及所有的行星 原来 他是整个宇宙的君主 小王子很兴奋 这样的权力 使他惊叹不已 那么 星星都服从您吗 那当然 国王对他说 我的命令一下 他们就立即服从 我是不允许无纪律的 小王子想 如果他也掌握了这样的权力 那么 他一天就不只是看到四十三次日落 而可以看到七十二次 甚至一百次 或是两百次日落 也不必要去挪动椅子了 他大胆地向国王提出了一个请求 我想看日落 请求您 命令太阳落山吧 国王说道 如果 我命令一个将军 像一只蝴蝶一样飞来飞去 或者 命令他变成一只海鸟 而如果这位将军 接到命令不执行的话 是他不对 还是我不对呢 那当然是您的不对 小王子肯定地回答 嗯 一点也不错 国王接着说 向每个人提出的要求 应该是他们所能做到的 权威 首先应该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 如果 命令你的老百姓去投海 他们飞起来革命不可 我有权要求大家都服从我的命令 因为 我的命令 都合情合理 那么 我要看日落的那个请求呢 小王子一旦提出一个问题 他不得到回答是不罢休的 日落吗 你会看到的 我会对太阳下这道命令的 不过 按照我的统治科学 我得等到条件成熟的时候 小王子问道 这要等到什么时候呢 国王一边翻阅一本厚厚的日历 一边说道 嗯 嗯 日落大约 大约 在今晚七十四十分的时候 那时 你就会看到 我的命令 是多么有效 小王子 又打起哈欠来了 他遗憾 没有立刻看到日落 而且 他对这颗星球 感到有点厌烦了 他对国王说 在陛下这儿 我没有什么可干的了 我要走了 这位因为刚刚有了一个臣民 而十分骄傲自得的国王说道 别走 别走 我任命你当大臣 什么大臣 嗯 司法大臣 可是 这儿没有一个要审判的人 那么 你就审判你自己呀 国王回答他说 这可是最难的了 审判自己 比审判别人要难得多啊 你要是能清楚明白地认识自己 你就是一个真正的智者 我嘛 随便在什么地方 我都可以审判自己 我没有必要留在这里 国王又说 嗯 我想 在我的星球上有一只老耗子 我常在夜里听见他的声音 你可以审判他 不时地判处他死刑 这样 他的性命就完全掌握在你手里 可是 你每次判刑后都要赦免他 因为 只有这一只耗子 可是 我不爱判死刑 我想 我想 我还是应该走 小王子回答道 别走 别走 国王再做挽留 但是小王子 去意已决 为了不使老国王难过 他说 如果国王陛下 想得到绝对的服从 你可以给我下一个合理的命令 比如说 你可以命令我 一分钟之内 必须离开 我认为这个条件 是成熟的 国王什么也没有回答 起初 小王子有些犹疑不决 随后叹了口气 就离开了 我派你当我的大使 国王匆忙地喊道 并显出非常有权威的样子 小王子在旅途中 自言自语地说 这些大人 真奇怪 第二个星星上 住着一个虚荣心强 爱自吹自擂的人 哎哟 一个崇拜我的人来拜访了 这个爱虚荣的人 一见到小王子 老远就叫喊起来 在那些爱虚荣的人眼里 别人都成了他们的崇拜者 你好 小王子 这一问候 您的帽子 真逗啊 这是为了向人致意用的 爱虚荣的人回答道 当人们向我欢呼的时候 我就用帽子向他们致意 可惜 没有一个人经过这里 啊 是吗 爱虚荣的人 向小王子建议道 你用一只手 去拍另一只手 小王子照他的画作 拍起巴掌来 这位爱虚荣者 就谦逊地脱下帽子 向小王子致意 小王子心想 这比访问那位国王有趣 于是他又鼓起掌来 爱虚荣者又脱帽 智达谢礼 如此演练了五分钟后 小王子对这种机械 又单调的把戏 有点厌倦了 说道 要是你的帽子掉下来了 那该怎么办 可这回 爱虚荣者听不到他的话 天下所有的爱虚荣者 都只听得见奉承的话 他问小王子 你是不是 真的非常钦佩我呀 钦佩是什么意思 钦佩嘛 就是承认 我是星球上 最俊美 最衣冠楚楚 最富有 最有智慧的人 可在您的星球上 只有您一个人 并没有其他人啊 你就让我高兴高兴吧 不管怎么说 请你 还是来钦佩我吧 嗯 好吧 我钦佩你 小王子轻轻地 耸了耸肩膀 不太情愿地说道 可是 要别人 勉为其难地崇拜你 对你有什么意义呢 说完 小王子就离开了 这个星球 他在路上 自言自语 这些大人 真的都十分古怪 小王子 所访问的 下一个星球上 住着一个酒鬼 这次访问的时间很短 却令小王子感到深深的悲哀 你在干什么 小王子问酒鬼 这个酒鬼默默地坐在那里 面前有一堆酒瓶子 有的装着酒 有的是空的 我喝酒啊 他一副萎靡不振的样子 你为什么喝酒 小王子问道 为了忘记 酒鬼回答 小王子已经有些怜悯 这个酒鬼 忘记些什么呢 酒鬼垂下脑袋 坦白道 为了忘记我的羞愧 你羞愧什么呢 小王子很想帮他振作起来 我为我喝酒 而感到羞愧 酒鬼说完以后 就再也不吭声了 小王子 迷惑不解地离开了 他又重复了一遍 他的结论 这些大人 的确 都很奇怪 小王子 一路上碰到了老国王 虚荣鬼 和酒鬼 老国王 捍卫他本质上 空无一物的权利 虚荣的人 听不见一句坏话 而酒鬼 生活在鬼打墙的循环里 这些大人的世界 真的很奇怪 我们读到 小王子 离开他的星球 开始旅行 遇到了国王 爱虚荣的人 还有酒鬼 我们来看 他接下来的旅途 会遇到谁呢 第四颗星球 是一个 企业家的星球 这个人忙得 不可开交 小王子到来的时候 他甚至 连头都没有抬一下 小王子 和他打招呼 你好 三加二等于五 五加七等于十二 十二加三等于十五 你好 十五加七二十二 二十二加六二十八 哎哟 一共是五亿一百六十二万二千七百三十一 五亿什么呀 嗯 你还在这儿 五亿一百万 我也搞不清 我的工作很多 而且我工作很认真 我从来也没有工夫去闲聊 二加五得七 五亿一百万什么呀 小王子打破砂锅 问到底的劲儿又出现了 这位企业家抬起头说 我住在这个星球上 五十四年以来 只被打搅过三次 第一次是二十二年前 不知从哪里跑来了一只金龟子来 他发出一种可怕的噪音 使我在一笔账目中出了四个差错 第二次是在十一年前 由于我缺乏锻炼导致我的风湿病发作了 我这个人工作起来可认真了 现在这是第三次 我计算的结果是五亿一百万 一百万什么 企业家知道要想安宁是无望的了 就说道 就是成百万那种可以在天空里看见的小东西 苍蝇吗 不是 是些闪闪发亮的小东西 是蜜蜂吗 不是 是金黄色的小东西 这些小东西叫那些懒汉们胡思乱想 我是个严肃的人 我没有时间胡思乱想 啊 是星星吗 对了 就是星星 你要拿这五亿星星做什么 是五亿一百六十二万七百三十一颗星星 我是严肃认真的人 我是非常精确的 你究竟要拿这些星星做什么 什么也不做 我只想占有它们 你要把这么多星星据为己有 是的 可是 我已经见到过一个国王 他 国王并不占有 他们只进行统治 这不是一码事 你要这么多星星有什么用 这样 我就非常富有了 如果有人发现了别的星星 我就可以把它买下来啊 你怎么能占有星星呢 那么 你说星星是谁的呀 企业家不高兴地回了小王子一句 我不知道 他们不属于任何人 那他们就是我的 因为是我第一个想到这件事情的人 如果你发现了一颗 你发现了一颗没有主人的钻石 那么 这颗钻石就是属于你的 当你发现一个无人岛 那么这个岛就是你的 当你首先想出了一个办法 你就去申请专利 这个办法就是属于你的 既然 在我之前 不曾有任何人想到要占有这些星星 那 我就占有这些星星 小王子觉得这样的占有 对企业家 对星星都没有任何好处 他越发觉得 这些成年人 古怪的可笑 小王子访问的第五颗行星 是这些星星中最小的一颗 他只能容得下一盏路灯 和一个点路灯的人 小王子怎么也想不通 这个坐落在天空某一角落 既没有房屋 又没有居民的行星上 要一盏路灯和一个点灯的人 有什么用 他自己猜想 可能这个人或许有些荒唐 但他比起国王 比起那个爱虚荣的人 那个实业家和酒鬼 却要好些 至少 他的工作还有点意义 当他点着了他的路灯时 就像他增添了一颗星星 或者一朵花 当他熄灭了路灯时 就像让星星或花朵入睡 小王子一到了这个行星上 就很尊敬地向守灯人打招呼 早上好 你刚才为什么把路灯灭了呢 早上好 这是命令 命令是什么 就是熄掉我的路灯 晚上好 然后他又点燃了路灯 那么为什么你又把它点着了呢 这是命令 小王子不太懂守灯人说的话 守灯人慢慢地跟小王子解释 他每说一句话 就要点亮或者熄灭路灯 我干的是一种可怕的职业 以前还说得过去 早上熄灯 晚上点灯 剩下时间 白天我就休息 夜晚我就睡觉 那么 后来命令改变了 是吗 惨就惨在命令没有改 而这颗行星 一年比一年转得快 现在 它每分钟转一圈 我连一秒钟的休息时间都没有了 每分钟 我都要点一次灯 吸一次灯 我们俩在一块说话 就已经有一个月的时间了 小王子看着他 他喜欢这个点灯人如此中手命令 这时 他想起了他自己从前挪动椅子 寻找日落的事 他很想帮助他的这位朋友 告诉你 我知道一种能使你休息的办法 你要什么时候休息都可以 小王子接着说 你的这颗行星这样小 你三步就可以绕它一圈 你只要慢慢地走 就可以一直在太阳的照耀下 你想休息的时候 你就这样走 那么 你要白天有多长 它就有多长 这办法 帮不了我多大忙 比起休息 我更喜欢的还是睡觉 点灯人说 真不走运 小王子说 真不走运 点灯人说 早上好 于是他又熄灭了路灯 小王子在他继续往前旅行的途中 自言自语地说道 这个人 这个人一定会被其他那些人 国王啊 爱虚荣的呀 酒鬼呀 实业家呀 所瞧不起 可是 唯有他 不使我感到荒唐可笑 这可能是因为 他所关心的是别的事 而不是他自己 第六颗行星 要比那点灯人的星球 大上十倍 这个星球上 住着一位老先生 他正在写一本 大步头的书 瞧 来了一位探险家 老先生看到小王子时 叫了起来 你从哪里来的呀 小王子也不回答他 反而问 这一大本是什么书 你在这里干什么 我是地理学家 老先生答道 什么是地理学家 地理学家 就是一种学者 他知道 哪里有海洋 江河 城市 山脉 和沙漠 这倒挺有意思 小王子说 嗯 这才是一种真正的职业 他朝四周围 看了看这位地理学家的星球 他还从来没有见过一颗 如此壮观的行星 你的星球 真美啊 上面 有海洋吗 这我不知道 这我不知道 地理学家说 啊 小王子大失所望 那么 山脉呢 这 我也不知道 那么 有城市 河流 沙漠吗 这些 我都不知道 可您还是地理学家呢 一点不错 地理学家说 但是 我不是探查家 我手下 一个探查家都没有 地理学家 是不去探索城市 河流 山脉 海洋 沙漠的 他不能离开他的办公室 他需要 在这里接见探查家 然后 把探查家 他们的回忆 记录下来 如果 他认为 其中 有个探查家的回忆 是有意思的 那么 地理学家 就对这个探查家的品德 做一番调查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 一个说假话的探查家 会给地理书 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同样 一个太爱喝酒的探查家 也是如此 他们容易把一个东西 看成两个 那么 地理学家 就会把 只有一座山的地方 写成 两座山 地理学家说 因此啊 如果 探查家的品德不错 就对他的发现 进行调查 去看一看吗 不 那太复杂了 但是 要求探查家 拿出证据来 例如 假使他发现了 一座大山 就要求他 带来一些大石头 地理学家 忽然 忙乱起来 正好 你是从老远来的吗 你是个探查家 你来给我介绍一下 你的星球吧 于是 一座 一座是 西密了的 我还有一朵花 我们 我们是不计在花卉的 地理学家说 这是为什么 花是最美丽的东西 因为 花是短暂的 什么叫短暂 地理学书籍 是所有书中最严谨的书 地理学家说道 这类书是从不会过时的 因为山很少移动 海洋也很少会干涸 我们写的都是永恒的东西 但是 熄灭的火山 也可能会再复苏的 小王子打断了地理学家 什么叫短暂 火山是熄灭了的也好 苏醒的也好 这对我们来讲 都是一回事 重要的是山 山是不会变换位置的 但是 短暂是什么意思 小王子又开始钻牛角尖了 意思就是 有很快 就会消失的危险 我的花 是很快就会消失的吗 那当然啊 小王子自言自语地说 我的花是短暂的 而且 它只有四根刺 来防御外物 可我 还把它独自留在家里 这是它第一次感到后悔 但它又重新振作起来 您能否对我的探险 提出一些建议 地球这颗行星 地理学家回答它说 它的名望 很高 于是 小王子就走了 他一边走 一边想着 它的花 我们又随着 小王子的脚步 去到了三个星球 一个是只顾着 算账的企业家 另一个是忙着 点灯 吸灯的手灯人 还有 哪里都不去 却记载地里的学者 三个看似忙碌的人 其实没有任何的意义 小王子来到的第七个行星 就是地球了 地球可不是一颗普通的行星 它上面有超过一百一十一个国王 七千个地理学家 九十万个实业家 七百五十万个酒鬼 三亿一千一百万个爱虚荣的人 也就是说 大约有二十亿的大人 为了使你们对地球的大小 有一个概念 我想要告诉你们 在发明电之前 在六大洲上 为了点路灯 需要维持一只为数 四十六万两千五百一十一人的 真正大军 从稍远的地方看过去 它给人一种 壮丽辉煌的印象 这支军队的行动 就像歌剧院的芭蕾舞动作一样 那么有条不紊 首先出现的是新西兰 和澳大利亚的点灯人 点着了灯 他们就去睡觉了 然后就轮到中国 和西伯利亚的点灯人 走上舞台 随后 他们也藏到幕布后面去了 再后来 就轮到俄罗斯和印度的点灯人 接着是非洲和欧洲的 再接着是南美的 最后是北美的 他们从来都不会搞错 他们上场的次序 北极仅有一盏路灯 南极也只有一盏 唯独北极和南极的点灯人同行 过着嫌疑 懒散的生活 他们每年只工作两次 当人想要讲一些俏皮话的时候 可能就造成说话不太实在 在我给你们讲点灯人的时候 可能就给不了解地球的人们 造成一个地球上人满为患的错觉 但其实 人在地球上站的位置非常小 如果住在地球上的 二十亿居民全站着 并且像开大会一样靠得紧些 那么就可以从容地站在一个 二十海里见方的广场上 也就是说 可以把所有人类 集中在太平洋中一个最小的岛屿上 当然 大人们是不会相信这些话的 他们自以为要站很大地方 他们把自己看得像猴面包树那样 大得了不起 这时候 你可以建议他们演算一下 毕竟他们都是数字的狂热爱好者 可是 你们无需浪费时间 去做这种乏味的连篇累赌的演算 你们完全可以相信我 小王子到了地球上 感到非常奇怪 他一个人也没有看到 正当他担心自己跑错了星球 这时 他看见沙地上有一个 月光色的圆环在蠕动 小王子毫无把握地随便说了声 晚安 晚安 对方硬打了一声 那是一条蛇 我落在哪一颗星球上 小王子问道 在地球上 在非洲 蛇回答道 啊 地球上 怎么没有人呢 这里是沙漠 沙漠 沙漠是无人地带 而地球是很大的 小王子坐在一块石头上 抬眼望着天空 说道 我在想 这些星星闪闪发亮 是否为了让每个人 有一天 都能重新找到自己的星球 看 我那颗星星 它恰好在我们头顶上 可是 它离我们好远哟 它很美 蛇说 你到这里来干什么呢 我和一朵花 闹了别扭 小王子说 哦 蛇只应了一声 于是 它们都沉默下来 人在什么地方 小王子终于又开口说话 在沙漠上 真有点孤独 到了有人的地方 也一样孤独 蛇说 小王子盯着蛇 看了好一会儿 你是个奇怪的动物 细得像个手指头 但 我比一个国王的手指 更有威力 蛇说道 小王子微微一笑说 你并没有什么威力 你连脚都没有 你甚至都不能旅行 蛇反驳说 我还能带着你去旅行呢 比一艘船 能去的地方还要远 蛇边说 便盘结在小王子的脚腕子上 像一只金镯子 我一缠绕上谁 就可以把他送回 他原来的星球上去 蛇还说 你那么天真纯洁 而且是从另一个星球上来的 在这个广阔的地球上 你这么弱小 我很可怜你 如果你非常思念你的星球 那时 我可以帮助你 我可以 哦 我明白你的意思 小王子说 但是 你为什么说话 总是像让人猜谜语似的 我会把所有的谜底解答出来的 蛇说 于是 他们又都沉默起来 小王子穿过沙漠 途中 他遇见一朵花 他有着三枚花瓣 很不起眼 你好 小王子说 你好 花说 人在什么地方 小王子 彬彬有礼地向他打听 花想起曾经有一天 见过一只骆驼商队经过 人吗 几年前 我看见过六七个人 从这走过 可是 我从来不知道 到什么地方去找他们 风吹着他们到处跑 他们没有根 这对他们来说 是很不方便的 再见了 小王子说 再见 花儿说 小王子爬上一座高山 过去 他所见过的山 就是那三座 只有他膝盖那么高的火山 他还把那座死火山 就当作凳子 在快要爬到山顶的时候 小王子想 从这么高的山上 我一眼可以看到整个星球 以及所有的人 可是 他所看到的 只是一些非常陡峭的 悬崖峭病 你好 小王子试探地问道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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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音回答道 你们是什么人 小王子问 你们是什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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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你们 做我的朋友吧 我很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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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王子想 这一颗行星真奇怪 它上面的人们 一点想象力都没有 只会重复别人的话 在我的家乡 我有一朵花 它总是自己先说话 小王子 在经过一些小行星以后 终于来到了地球 它在找寻人类踪迹的时候 先碰到了蛇 又碰见了花 然后在山顶上 误把回声当作人 一路上 小王子最惦记的 还是它心爱的玫瑰花 我们读到了小王子 来到了地球 一路寻找人的踪影 走过了沙漠 岩石和雪地 小王子终于发现了 一条大路 通向人住的地方 你们好 小王子说 这是一个 玫瑰盛开的花园 你好 玫瑰花们说道 小王子 瞅着这些花 它们长得 全都和他的那朵花一样 你们是什么花 小王子 惊奇地问 我们是玫瑰花 哦 他感到自己非常不幸 他曾经以为 他的花是整个宇宙中 独一无二的一种花 可仅在这一座花园里 就有五千朵 一模一样的玫瑰花 小王子自言自语地说 如果他看到这些 他是一定会很恼火 他会咳嗽得更厉害 说不定 为避免他人耻笑 他会洋装死去 那么 我还得装着去照顾他 因为如果不这样的话 他为了使我难堪 他可能会真的死去 接着他又说道 我还以为 我有一朵独一无二的花呢 我有的 仅是一朵普通的花 这朵花 再加上三座 只有我膝盖那么高的火山 而且 其中一座 还可能是永远熄灭了的 这一切 不会使我成为一个了不起的王子 想到这里 他躺在草丛中哭泣起来 就在这一袋 跑来了一只狐狸 你好 狐狸说 你好 小王子很有礼貌地回答道 他转过身来 但什么也没有看到 我在这儿 在苹果树下 那个声音说 你是谁 小王子说 你很漂亮 我是一只狐狸 来和我一起玩吧 小王子建议道 我很苦恼 我不能和你一起玩 狐狸说 我还没有被驯服呢 哦 真对不起 不过 什么叫驯服啊 你不是这个星球的人 狐狸说 你来寻找什么 我来找地球人 小王子说 什么叫驯服呢 人 他们有枪 他们还打猎 这真讨厌 不过 他们还有一点好 就是他们养鸡 你是来寻找鸡的吗 不 小王子说 我是来找朋友的 什么叫驯服呢 这是已经早就被人遗忘了的事情 狐狸说 他的意思就是 建立联系 建立联系 没错 对我来说 你还只是一个小男孩 就像其他千万个小男孩一样 我不需要你 你也同样用不着我 对你来说 我也不过是一只狐狸 和其他千万只狐狸一样 但是 如果你驯服了我 我们就是 互不可缺的了 对我来说 你就是世界上的唯一 同样的 我对你来说 也是世界上的唯一 我有点明白了 小王子说 有一朵花 我想 它把我驯服了 小王子 想起了它的玫瑰 想起了它的星球 那里没有猎人 但也没有鸡 这让狐狸叹了口气 这世上 十全十美的事太少 狐狸又说 我的生活很单调 我捕捉鸡 而人捕捉我 所有的鸡全都一样 所有的人 也全都一样 因此 我感觉有些厌烦了 但如果你驯服了我 我的生活 就会变得快乐许多 我会辨认出一种 与众不同的脚步声 其他的脚步声 会使我躲到地下去 而你的脚步声 就会像音乐一样 让我从洞里走出来 再说 你看到那边的麦田没有 我不吃面包 麦子对我来说 一点用也没有 我对麦田 没有任何感觉 但是 你有着金黄色的头发 那么 一旦你驯服了我 我看到这金黄色的麦子 就会使我想起你 甚至 我会开始喜欢上那 风吹麦浪的声音 狐狸说完这些 静静地看着小王子 请你 驯服我吧 我是很愿意的 小王子回答道 可我的时间不多了 我还要去寻找朋友 还有许多事物 等着我去了解 只有被驯服了的事物 才会被了解 狐狸说 人不会再有时间 去了解任何东西的 他们总是到商人那里 去购买现成的东西 因为世界上 还没有购买朋友的商店 所以 人也就没有朋友 如果 你想要一个朋友 那就驯服我吧 那我应该做些什么呢 小王子说 你应该 培养耐心 狐狸回答道 开始 你就这样坐在草丛中 坐得 离我稍微远些 我用余光看着你 你什么也不要说 话语是误会的根源 但是 每一天 你坐得 靠我更近些 然后 每天 你都按照 同样的时间来 比如说 你下午四点钟来 那么从三点钟起 我就开始感到幸福 时间越临近 我就越感到幸福 到了四点钟的时候 我就会坐立不安 我就会发现 幸福的代价 但是 如果你随便 什么时候来 我就不知道 在什么时候 该准备好我的心情 应当 有一定的仪式 仪式是什么 小王子问道 这也是一种 早已被人忘却了的事 狐狸说 它就是 使某一天 与其他日子不同 使某一时刻 与其他时刻不同 比如说 我的那些猎人 就有一种仪式 他们每星期四 都和村子里的姑娘们 跳舞 于是 星期四就是一个美好的日子 我可以一直 散步到葡萄园去 如果猎人们 什么时候都跳舞 天天又全都一样 那么 我也就没有假日了 按照狐狸所说的 小王子 驯服了狐狸 不久 他们分别的时候 临近了 狐狸伤感地说 唉 我会哭的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小王子说 当初 我本不想带给你 任何痛苦 可你 却要我驯服你 是我要求你 驯服我的 那你还哭什么 我当然要哭 那你 什么好处也没得到 由于麦子 颜色的缘故 我还是得到了好处 狐狸说 再去看看 那些玫瑰花吧 你一定会明白 你的那朵 是世界上 独一无二的玫瑰 你回来和我告别时 我在告诉你 一个秘密 于是 小王子又去看 那些玫瑰 他对玫瑰们说 你们一点也不像 我的那朵玫瑰 没有人驯服过你们 你们也没有 驯服过任何人 你们就像 我的狐狸过去那样 它那时 和千万只别的狐狸一样 但是 我现在 已经把它 当成了我的朋友 于是 它现在 就是世界上 独一无二的了 你们很美 但你们是空虚的 没有人能为你们去死 可能 一个路人会觉得 我的玫瑰 跟你们没有什么区别 但在我心里 它单独一朵 就比你们全体更重要 因为 它是我浇灌的 它是我放在花罩中的 是我用屏风 保护起来的 还因为 只有我倾听过 它的愿意和自诩 只有我聆听着 它的沉默 因为 它是我的玫瑰 它又回到了狐狸身边 再见了 再见了 小王子说的 再见 狐狸说 呢 这就是我的秘密 很简单 只有用心 你现在 你现在要对你 馴服过的一切 负责到底 你要对你的玫瑰 负责 我要对我的玫瑰负责 小王子 又重复着 小王子 教会他爱 你好 班导公说的 你在这里做什么 我打发这些运载旅客的列车 把它们发往不同的方向 这时 一列灯火明亮的快车经过 发出雷鸣般的响声 八班到房 震得颤颤悠悠 这些旅客 真是急匆匆的呢 小王子说 他们在追寻什么 就连开车的司机 自己也不知道 这时 第二列灯火通明的快车 又朝着相反的方向 轰隆轰隆地 开过去 他们怎么又回来了呢 小王子问道 这辆车上坐的 不是原来那些人了 班导公说 这是对开的另一列车 这些旅客 不满意他们原来 所住的地方吗 人们是从来也不会 对自己原来待的地方 感到满意的 此时 第三趟灯火明亮的列车 又隆隆而过 他们是在追赶 第一批旅客吗 小王子问道 他们不是在追赶谁 班导公说 他们在里面睡觉 或是在打哈欠 只有孩子们 把鼻子贴在玻璃窗上 往外看 只有孩子知道 他们自己在寻找什么 小王子说 他们为一个布娃娃 花费不少时间 这个布娃娃 就成了很重要的东西 如果有人夺走了 他们的布娃娃 他们就哭泣 孩子们才真正 有自己的乐趣 班导公说 你好 小王子说 你好 商人说道 这是一位 贩卖能够止渴的 精致药丸的商人 每周吞服一颗 就不会感觉口渴 你为什么 卖这玩意儿 小王子说 节约时间啊 商人说 专家们计算过 吃了这个 每周就可以节约 五十三分钟 喝水的时间 那么 用这五十三分钟 做什么用 随便怎么用都行 小王子自言自语地说 我如果有五十三分钟 可支配 我就悠哉悠哉地 向泉水走去 这是我被困在沙漠的 第八天 我听着有关 这个商人的故事 喝完了 我备用的 最后一滴水 你回忆的这些故事真美 可我的飞机还没修好 水也喝完了 我真希望 我能悠哉悠哉地 走到泉水边去 小王子对我说 我的朋友狐狸 我的小家伙 现在还说什么狐狸 为什么 因为我们马上就要被渴死了 他不理解我的思路 他回答我道 即使快要死了 有过一个朋友也好嘛 我就为我有过一个狐狸朋友而感到高兴 我想 或许小王子永远都不懂生存危机 也从来不知道饥渴 只要有点阳光 他就满足了 但是 他看了我一眼 说 我也渴了 我们 去找一口井吧 可是 在茫茫的大沙漠上 盲目地去找水井 真荒唐 然而 我们还是出发了 当我们默默地走了好几个小时以后 夜幕降临了 星星开始闪烁 由于缺水 我有点发烧 我看着这些星星 像是在做梦一样 小王子的话 在我的脑海中 跳来跳去 你也渴吗 我问他 他却不回答我的问题 只是对我说 水对星 也是有益处的 我不懂他的话是什么意思 可我也不作声 我知道 不应该去问他 他累了 他坐下来 我在他身旁坐下 沉默了一会儿 他又说道 星星是很美的 因为有一朵 人们看不到的花 我回答道 当然 而我默默地 看着月光下 沙漠的褶皱 沙漠是美的 他又说道 确实如此 我一直很喜欢沙漠 坐在一个沙丘上 什么也看不见 听不见 但是 却有一种 说不出的东西 在默默地放着光芒 使沙漠更加美丽的 就是在某个角落里 藏着一口井 突然间 我毛色顿开 明白了 为什么沙漠闪着光芒 当我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 我住在一座古老的房子里 而且传说 这个房子里 埋藏着一个宝贝 当然 从来没有任何人 能发现这个宝贝 可能 甚至 也没有人去寻找过 但是 这个宝贝 使整个房子 平添了魅力 我家的房子 竟然藏着一个秘密 我对小王子说 是的 无论是房子 星星 或是沙漠 使它们美丽的东西 是看不见的 我真高兴 你和我的狐狸的看法一样 小王子说 小王子 睡着了 我把他抱在怀里 继续往前走 我感觉 自己抱着一个脆弱的宝贝 我借着月光 看着他苍白的面颊 紧闭的双眼 和随风飘动的缕缕头发 这时 我对自己说道 我所看到的 仅仅是一个小小的躯体 它还有我肉眼 看不见的东西 这才是最最重要的 这时 他微微张开的嘴唇 露出一丝微笑 我心想 这个熟睡了的小王子 使我最感动的 是他对他的 那朵花的忠诚 这朵玫瑰花 即使在小王子 睡着了的时候 也像一盏长明灯一样 涌放光芒 这时 我就感觉到 它更加脆弱 我必须小心翼翼地 保护好它 于是 就这样走着 我在黎明时 发现了水井 我们终于找到的这口井 不同于撒哈拉的那些井 沙漠里的井 只是沙漠中挖的洞 而这口井 则很像村子中的井 可是 那里又没有任何村庄 我还以为是在做梦呢 真怪 我对小王子说 一切都是现成的 露露 水桶 绳子 他笑了 拿着绳子 转动着露露 露露发出枝鸭声 就像一个老掉牙的 旧风镖一样 你听 小王子说 我们唤醒了这口井 它现在 唱起歌来了 我不愿让它费劲 我对它说 让我来干吧 这活儿对你太重了 我慢慢地 把水桶提到井栏上 把它稳稳地放在那里 我耳边还回响着 露露的歌声 还晃荡的水面上 我看见太阳的影子 在跳动 我正需要喝这种水 小王子说 给我喝点 这时我才明白了 他所要寻找的是什么 我把水桶提到他的嘴边 他闭着眼睛喝水 就像过节一样愉快 这水远不只是一种饮料 它是我们披星待月 长途跋涉才找到的 是在露露的歌声中 经过我们的努力得来的 它像是一件奖品 未借着心田 你们地球人 能在同一个花园中 种植着五千多玫瑰 小王子说 可是 他们却不能从中 找到自己所要寻找的东西 他们是找不到的 然而 他们所寻找的东西 却是可以从一朵玫瑰花 或一点水中找到的 一点不错 我回答道 小王子又加了一句 眼睛是什么也看不见的 应该用心去寻找 我喝足了水 痛快地呼吸着空气 沙漠在晨曦中 泛出蜂蜜的光泽 使我感到幸福 小王子又重新在我的身边坐下 他温柔地对我说 你应该实践你的诺言 什么诺言 给我的小羊画一个嘴套 我要对我的花负责的呀 我从口袋中拿出我的画本 用铅笔勾画了一个嘴套 当我把它递给小王子时 我心里因为某种预感而感到很难受 你一定有什么计划瞒着我呢 但是他不回答我 只说 你知道 明天就是我来地球上一周年了 当时 我就落在这附近 说着他开始脸红了 我不知为什么又感到一阵 莫名其妙的心酸 这时 我想到一个问题 一星期以前 我们的相遇并不是偶然 是你独自一人在地球 无人去游荡了很久 最后回到降落地点来的是吗 小王子的脸又红了 他从来也不回答这些问题 但是脸红 就意味着答案是肯定的 哦 我对他说 我有点怕 但他却回答我说 你现在该工作了 你应该回到你的机器那里去 我在这里等你 你明天晚上再来 但是 我放心不下 我想起了狐狸的话 如果被人驯服了 就可能会要哭的 亲爱的小伙伴们 当我们找到水井的时候 重要的不是水 而是一起寻找的这个过程 人生也是一样 要追寻的东西 其实就是过程 付出的时间 与精力的价值 大过于物质的本身 我们读到小王子 回到了他一年前降落在地球的地方 他就要离开地球了 在井旁边 有一堵残缺的石墙 第二天晚上 我按照约定 我按照约定来找小王子 我远远地看见了他 搭了着双腿坐在墙上 我听见他在说话 你怎么不记得了呢 大概还有另一个声音在回答他 因为他搭着枪说道 没错没错 日子是对的 但地点不是这里 我继续朝墙走去 我还是看不到有其他人 可是小王子又回答道 你在那里等着我就行了 今夜我就过去 我离墙约有二十米远 可我依然什么也没有看见 小王子沉默了一会儿又说 你的毒液管用吗 你保证 不会使我长时间的痛苦吗 我焦虑地赶上前去 吓了一跳 在墙角下 有一条黄蛇直起身子 冲着小王子 这种黄蛇半分钟 就能结果你的性命 可是蛇一听到我的脚步声 就像一股干涸了的水柱一样 慢慢钻进沙里去 它不慌不忙地 在石头的缝隙中钻动着 发出轻轻的金属般的响声 我赶紧把小王子 接在我的怀抱中 它的脸色血一样惨白 你怎么和蛇也弹起心来了 我解开了它 它一直戴着的金黄色的围帽 我用水字 湿了它的太阳穴 让它喝了点水 它严肃地看着我 用双臂搂着我的脖子 我感到它的心 就像一只被枪弹击中 而冰雨死亡的鸟的心脏一样地 在跳动着 它对我说 我很高兴 你修好了飞机 不久就可以回家去了 你怎么知道的 它不回答我的问题 却接着说道 我也一样 今天要回家去了 它的表情有些忧伤 我回家 又远得多 又难得多 我清楚地感到 发生了某种不寻常的事 我把它紧紧抱在怀里 可是 我感觉到 它静止地 向着一个无底深渊 沉陷下去 我想方拉住它 却怎么也办不到 它的眼神很严肃 望着遥远的地方 我有你画的羊 羊的箱子 和羊的嘴套子 它带着忧伤的神情 微笑了 我等了很长时间 才觉得 它身子渐渐暖和起来 小家伙 你害怕了 它却温柔地笑着说 今天晚上 我会怕得更厉害 这时 一种无法弥补的痛失感 猛然袭来 使得我全身发冷 我才明白 是那再也不能听到的笑声 让我受不了 这笑声对我来说 就好像是沙漠中的甘泉一样 小家伙 我还想听你笑 但它对我说 到今天夜里 正好是一年了 我的星球 将正好处于 我去年降落的 那个地方的上空 小家伙 这蛇的事 约会的事 还有星星 这全是一场噩梦吧 但它并不回答我的问题 换了个话题 重要的是 是看不见的 当然 这就像花一样 如果你爱上了一朵 生长在一颗星星上的花 那么夜间 你看着天空 就感到甜蜜而愉快 就好像 所有的星星上 都开了花 当然 这也就像水一样 你给我喝的情水 好像音乐一样动人 它使我想起 露炉和绳子 发出的响声 它是多么甘甜呢 当然 今后 每到夜晚 你要抬头 看看星空啊 我的那颗星星 太小了 我无法给你 指出它的具体位置 这样更好 你可以认为 我的那颗星星 就在群星之中 那么 所有的星星 你都会喜欢看的 这些星星 都将成为你的朋友 而且 我还要给你一件礼物 他又笑了 哦 小家伙 小家伙 我喜欢听你这笑声 这正好 是我给你的礼物 人们眼里的星星 并不都一样 对旅行的人来说 星星是向导 对别的人来说 星星 只是些小亮光 而你 将拥有一颗星星 这颗星星 将是任何人 都不曾有过的 夜晚 当你望着天空的时候 既然 我就住在 其中一颗星星上 既然 我在其中一颗 星星上笑着 那么对你来说 就好像 所有的星星 都在笑 那么 你将看到的星星 就是会笑的星星 这时 他又笑了 你将永远是我的朋友 你就会想要 同我一起笑 有时 你会为了快乐 而不知不觉地 打开窗户 你的朋友们 会奇怪地看着你 笑着仰望天空 那时 你就可以对他们说 是的 星星 总是迎我欢笑 他们会以为 你发疯了 那就算我 跟你做了一次 恶作剧吧 他依然 笑个不停 这就好像 我并没有 给你星星 而是给你 一大堆 会笑出生来的 小铃铛 他依然笑着 今天夜里 你不要来了 我不离开你 我将会像是 很痛苦的样子 有点像 要死去似的 你就别来看这些了 没有必要 我不离开你 他突然担心起来 我对你说这些 是担心你被蛇咬了 他很坏的 常常随意咬人 我不离开你 这时 他似乎有点放心了 对了 他咬第二口的时候 就没有毒液了 这天夜里 我没有看到他启程 他不声不响地跑了 当我终于赶上他的时候 他坚定地快步走着 他只是对我说道 啊 你怎么在这儿 于是 他拉了拉我的手 不安地说 你不该这样 你会难受的 我会像是死去的样子 但这不是真的 我默默无言 你明白 路很远 我不能带着 这幅身去走 它太重了 我依然沉默不语 但是 这躯壳 就好像剥落的 旧树皮一样 旧树皮 并没有什么可悲的 我还是一言不发 他有些泄气了 但是他仍然苦苦婆心地劝我 遗弃了躯体也挺好的 我仍然会看星星的 所有的星星都将是带有生了绣的露露的井 所有的星星都会倒水给我喝 这将是多么好玩啊 你将有五亿个铃铛 我将有五亿口水井 这时 他也沉默了 因为 他在哭 就是这 让我自个儿走一步吧 这时 他坐下来 因为他害怕了 他仍然说道 你知道 我的花 我是要对他负责的 而他 又是那么弱小 他又是那么天真 他只有四根微不足道的刺 保护自己 抵抗外敌 我要说的 就是这些了 他犹豫了一下 站了起来 迈出了一步 而我 却动弹不得 在他的脚踝子骨附近 一道黄光闪了一下 刹那间 他一动也不动了 他没有叫喊 他轻轻地 像一棵树一样 倒在地上 大概由于杀地的缘故 连一点响声都没有 到现在 我与小王子分别 已经六年了 我还从未讲过这个故事 同伴们重新见到了我 都未能看见我活着回来而高兴 我却很悲伤 但我告诉他们 这是因为疲劳的缘故 现在 我稍微得到了些安慰 虽然还没有完全平静下来 可我知道 他已经回到了他的星球上 因为那天黎明 我没有再见到他的身躯 从此 我就喜欢在夜间倾听着星星 好像是倾听着五亿个铃铛 后来 我又想起了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 我给小王子画的羊嘴套上 忘了画皮带 这样他就不可能把它套在羊嘴上 于是我思存着 他的星球上发生了什么事呢 大概 小羊把花吃掉了吧 有时我想 绝对不会的 小王子每天夜里都用玻璃罩子罩住他的花 而且 他会把羊看管好的 想到这里 我就非常高兴 这时 所有的星星都在柔情轻声笑着 这时 我又想 人们有时总免不了会疏忽的 那就够呛 某一天晚上 他忘了玻璃罩子 或者小羊夜里不声不响地跑出来 想到这里 小铃铛都变成泪珠了 这真是一个很大的奥秘 对你们这些喜欢小王子的人来说 就像对于我来说一样 无论什么地方 凡是某处 如果一只羊 尽管我们并不认识他 吃了一朵玫瑰花 或是没有吃掉一朵玫瑰花 那么 宇宙的面貌就全然不同 你们望着天空 你们想一想 羊究竟是吃了 还是没有吃掉花 那么 你们就会看到 一切都变了呀 大人们将永远不会明白 这个问题竟如此重要 在我看来 这是世界上最美 也最凄凉的景色 上一页 跟它前一页的景色是一样的 我在画上一遍 是为了引起你们注意 这里 就是小王子 在地球上出现 然后又消失的地方 有一天 你们若去非洲沙漠旅行 请仔细认一认这个景色 免得错过了 你们若有机会经过那里 我恳求你们 不要匆匆离去 在这颗星下 守候片刻 倘若有个孩子 走到你们跟前 倘若他在笑 有一头金发 不回答别人的提问 你们就可猜到 他是谁了 那时 拜托你们 不要让我老是这么忧伤 赶快写信告诉我 他回来了 小王子的故事 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时 你望着天空满天星辰 看到了什么呢 是亿万颗会笑的铃铛 还是亿万颗金银的泪珠 如果说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童话 我想 小王子一定榜上有名 还年少的时候读这本书 单纯地觉得 它是一个冒险的故事 小王子一路上 遇到那么多有趣的人 他们讲的话奇奇怪怪的 却很有趣 他有一朵玫瑰花 他还有一个好朋友 狐狸 他的生活 那么简单纯粹 就像童年一样 长大的再读这本书 不知为何多了一份心酸 那些曾经大人们说的 听不懂的话 也都会从我们嘴巴里讲出来 我们在面对孩子们的 十万个为什么的时候 耐心越来越少 敷衍越来越多 我们也变成那种 书里所写的成年人了 也忘记了 自己曾经也是个孩子 这个世界依旧神秘而奇妙 只是我们都不再有兴趣 和时间停留 书里令我印象深刻的有几目 小王子来到酒鬼的星球 他问酒鬼 为什么喝这么多酒 酒鬼说 因为我羞愧 再问他为什么羞愧呢 他说 因为我喝太多酒了 这样的怪圈 似乎每个人都经历过 读书时 可能因为成绩不好 而不喜欢读书 又因为不读书 成绩就越差 工作以后 因为工作太多而拖延 又因为拖延 而导致工作更多了 这个时候 只有靠自己 才能拯救自己 别人是帮不上什么忙的 还有 小王子刚到地球的时候 他找寻人的踪迹 因为太孤独了 这时蛇对他说 在人群里一样孤独 是啊 表面的热闹景象 怎么能缓解 内心深处的孤寂呢 还好这时候 小王子碰到了狐狸 狐狸说 请你驯服我吧 当两个人建立联系 才不会孤独 当小王子 驯服了狐狸之后 狐狸听到 别人的脚步声 就会躲起来 但听到他的脚步声 就会从洞里钻出来 看到和小王子 发色一样的麦田 就会不由自主地 感到幸福 直到小王子 四点要来 三点就会收拾好心情 越接近四点 就越坐立不安 这就是幸福的代价了 就好像张爱玲说的 人们总是在 接近幸福的时候 诚惶诚恐 虽然这样的驯服 是要冒着 掉眼泪的危险的 我们可以把它看作 每当你开始一段感情 就要承担 感情结束 是心碎的后果 但是就好像狐狸 所说的 当时间最终抚平伤痕 还是会庆幸遇见了你 狐狸说 由于麦子颜色的缘故 我还是得到了好处 就好像感情中的 某个纪念吧 把原本生活中 毫不起眼的东西 赋予了特别的意义 每次看到它 都能勾起回忆 还是会在记忆里微笑 而玫瑰花呢 他一开始就爱着小王子 但他爱的方式 就是任性地使唤 他干这干那 跟他讲一些 类似老虎爪子的 不切实际的话 还有常常装得柔弱 去博取他更多的关心 当时小王子还年轻 不懂得爱他 只注意了他说的话 而没有看到 他说这话背后的用意 于是他离开了他 但是离开以后 他才发现 玫瑰花在他心中 有多重要 几乎每天 他都会想起这朵 独一无二的玫瑰 如果你爱上了一朵 生长在一颗星星上的花 那么夜间 你看着天空 就感到甜蜜愉快 所有的星星上 都好像开着花 人们总是在追寻 却不知道自己在追寻些什么 我们坐着急速奔驰的列车 来来回回 却只是在车里发呆 或者打哈欠 只有孩子们 才会把脸贴着窗子向外看 只有孩子们 才知道自己追寻的是什么 当孩子用心制作了一个布娃娃 每天和他同吃同住同睡 那么这个布娃娃 就跟世界上所有的娃娃都不同了 当被人抢走他的时候 他们就会嚎啕大哭 但是在成人的世界里 没有谁会再去为了一个娃娃而伤心流泪 小王子说 你这儿的人 可以在一个花园里 种满五千朵玫瑰 却没能从中 找到自己要的东西 但其实 我们要找的东西 从一朵花 一滴水中 就能找到 只是如今诱惑 别比结识 背叛的代价 远不到令人负面 所以没有坚守 即便五千朵玫瑰 也找不到那朵 独一无二的他 谁都在爱里受过伤 但再遇到相似的人 即使两个人 有思想的高度共鸣 有一致的生活模式 就是缺少了不顾一切的勇气 没有了年少时的懵懂 冲动 越是期待 越是经不住一丝不合 所以 好不过青春时的汹涌无味 狐狸说 对你信仰过的东西 你永远负有责任 责任和勇气 是我们追寻爱情 是最需要的东西 可能这世界上有两种人 第一种选了无数个 最后找到最合适自己的那一个 第二种是花很多时间 和同一个人磨合 其实风险是一样的 但相比之下 后者的成就感更大 所以 觉得对了就爱吧 就像从来没受过伤一样 让我们内心永远住着一个孩子 那个小时候的自己 好亲爱的小伙伴 最后呢 给大家选取了本书的经典语句 让我们一起回顾 所有的大人 都曾经是小孩 只是大部分的人 都忘记了 话语是误会的根源 如果你说 你在下午四点来 从三点钟开始 我就开始感觉很快乐 时间越临近 我就越来越感到快乐 到了四点钟的时候 我就会坐立不安 这就是幸福的代价 但是 如果你随便什么时候来 我就不知道 在什么时候 准备好迎接你的心情了 只有用心灵 才能看得清事物本质 真正重要的东西 是肉眼无法看见的 你在你的玫瑰花身上 耗费的时间 使得你的玫瑰花 变得如此重要 好 小王子的领读 就告一段落了 晚安